毕业季的到来想起的离歌 代表着有一批学子要离开校园 迈向新的旅程 6月1日是同德加商举办毕业典礼的日子 同德加商的董事长徐德香表示 在过去同德加商的毕业生 不论是考上科大继续进修 还是进入职场工作 都表现得非常优秀 历年来只要是同德去到哪一个科技大学 科技大学要选选手 第一个就是找同德的学生 毕业生 所以我们毕业生是很优秀的 我希望我们这届进入科技大学也是一样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百分之 差不多有50也是去职场工作 将来去职场 或是目前建教班在职场的 都表现得很好 比方说他们的收入 他们的薪水 都比一般的人高 同德办学的用心 让同德在业界获得了好名声 县议员廖子佑也肯定 近年来同德办学的成果 他也期盼 毕业生们不论在新学校或者职场上 都能活用在校所学 学以自用 在职校的方面 同德加商也算是 我们在业界大家蛮肯定的 最近几年的办学 我们看到他的一些成绩 也令业界都刮目相看 那今天来办这个毕业典礼 也希望说这些毕业的同学 不管说要就业 或者说要继续在升学 他们都能够在各个领域里面 在学习 或者说到社会的实质的工作 也能够在学校所学 能够让他们提供他们在社会上 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成功录取参旅学群的第一志愿 高雄参旅大学的黄波凯同学 也表达了对学校的感谢之情 校方在办学的投入 让同德加商的毕业生 在业界打出了好口碑 现议员廖子佑 也期盼同学们在学校打下的坚实基础 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发展 记者陈一晴 草屯采访报导